如果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已经,我已经极度享受到,完全融化到,到自己已经,已经融入这个集体当中了, 精神要高度的体验,高度的生活,我将我传你拼活,好吧,我们不计对手,不计这个对手,不计这个强敌,我们不计是我们,我们专注于我们的比赛,专注我们每一次传球,每一个部落, 我们完成了我们每一件事,没有要求胜部,没有什么东西,做好自己,胜部兴起,扮演兴兰,对吧,因为当然好,输入也没什么了不起,叫胜,胜部兴起,扮演兴兰,好不好,我将我传你拼拼拼, 都好,对吧,别老害人一人,传哥们又在看着我们,看我们的精气神,对付的精气神, 远远,就是奥迪迪克精神的意义,远远超越一次的,好吧,好了, 打下来首先跟强队的,这些对抗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比赛的节奏也非常快,就是各种点上爬起来防守啊,追,就包括对体能的挑战还蛮大的。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它跟老牌敬礼还不一样,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看一拼搏,放手一搏,不计胜户,非常好。 结束了今天的争夺,中国女感也用她们的表现告诉我们,既然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就要拿出点东西来让大家看一看。 的确,在面对世界顶级强队澳大利亚以及美国队的时候,他们的一往无前,与放手一搏,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明天,中国女感将继续挑战东道主日本队,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把这种战斗精神继续下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坤,在东京为您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 广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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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请把新郑称号将吹响 抢群目标召唤在前方 国阳强国门就要担当 战兴上学买天学荣誉 教师们提到智慧 脑袋上将所不由良 不惧强敌看较量 为祖国决成较长 女党历史新舞晋级奥运会八强 谢谢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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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 真的吗 真的 19分就可以进八强 真的 我不相信 真的 我信心吗 真的吗 真的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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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假的 我信心吗 真的吗 我不给他吃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从2018年亚运会的西拜 到今天29比0完胜日本 中国女感用了三年的时间 完成了蜕变 这也是她们这三年来 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的成果体现 中国女感从来不是追求一飞冲天 她们更希望向世界证明 她们经得起任何考验 初登奥运赛场便是世界八强 五位强敌险阻 展现中国力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坤 在东京为您报道 我们今天碰到华国的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那那那 我们打到这里来了 兵临城下了 我们战胜了所有对头 和异国所有的强敌了 将对华国 我们有信心没有了 有 好